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我是Julie 今天的Case 你是主角啦 Julie 本身她是个非常忙碌的人 她的事业除了在槟城 基隆坡 还有在新加坡 所以她一个月里面都会往这三个地方泡 我知道当你的体质太过累的时候 或是说休息不够的时候 皮肤会有些敏感 过敏的现象 那么你怎么用我们的产品帮助你自己 不学找医生用药物的情况就要稳定下来 以前如果是没有NATOMO这个肥药物 一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 烦恼了 情绪了 因为我们工作每天都要见人嘛 那你一有皮肤上的问题的时候 我首先她会先红 然后痒 然后肝 然后脱皮 结痂 到康复 哇 这个时间大概要两个星期 那如果我现在如果是我身体 比较累 比较忙的时候呢 我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一定是用HOO先 只发验 对啦 用HOO五到六个小时 甚至更多 先把她这个发验的程度给减下来先 好 那同时呢 我会用NAC3 & 5 我们的Sink Care NAC3 & 5 将这个红跟肿给推下来 当然你要很多的营养 所以呢 M Plus Cambridge Record Retime LS Balance 这个我都要吃六粒以上 因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 要把这个快速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给减下来 所以我必须在营养上就要大部分 我知道你有长期用HTT 做充电 做充电的效果 保健效果 你可以跟我分享说 一般上你注重哪几个部分 做到最理想的保健效果 过往就刚才你所谓的 我是一个大忙人嘛 所以我们体力上 难免都有时候会比较累的 那第一呢 我就会把HTT放在我的头部 Charge TN 跟放在我的心脏 好 这是我第一个步骤啦 那看时间的允不允许啦 至少我会放20分钟 放20分钟 然后呢 同时我会放我的肝跟我的皮 因为肝做排毒嘛 对啦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 工作上的压力啊等等 所以呢 肝跟皮 我觉得也是一样会放20分钟 然后我会放我的肾 肾呢 就是看时间 20分钟到40分钟 那么我们这期的分享 就大致为此 谢谢你Julie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